网上有这样的言论,缅甸曾经是明朝的,明朝拥有印度洋的出海口,是典型的两洋国家,然而整个明朝历史上却没有一艘船从缅甸出海,明朝到达印度洋的船只都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发的,那么,明朝真的管辖过缅甸吗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元朝时期的缅甸,缅甸,中国西南邻国,东汉时期中国领土已经深入缅甸北部,真正将缅甸纳入中国范围之内,是在元朝时期,1253年,蒙古为了从南方夹击南宋,出兵灭了大理国,蒙古和缅甸接壤,1271年,元朝建立,元朝建立之后,就开始招服缅甸, 缅甸正处于第一个统一王朝蒲甘王朝时期,当时缅甸还没有认识到蒙古大军的实力,反而主动进攻蒙古大军,1277年,缅甸出兵5万,并带500头战巷进攻云南行省,结果被700名蒙古骑兵破了巷,大象惊慌逃窜,导致缅军阵脚大乱,元军成功击溃缅军,1283年,元军征伐缅甸,渗入缅甸境内,缅甸境内小邦归顺元军, 1285年,缅甸蒲甘王朝向援军投降,缅甸成为元朝的傀儡国,缅甸进入分裂时期,1286年,元朝在缅甸境内设立缅中行省,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把缅甸纳入行政机构,缅甸被元朝当为土司管理,并未当作外邦, 公元1287年元朝在缅甸设缅中行省进行管辖,还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地区设置了太公路,云远路,蒙连路,蒙莱路,穆邦路等行政区,1290年元朝撤销缅中行省改设缅甸宣卫斯, 中国元朝在征服缅甸后边境几乎推进到了印度洋沿岸,但元朝并未在缅甸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,当地始终有一些不足土司政权,不愿接受元朝的统治,元朝在缅甸的统治其实并不怎么稳固,时不时就需要征讨一下某个不听话的土司政权,这也给后来缅甸土司的独立埋下了伏笔,1368年,胆族在缅甸东部阿瓦建立阿瓦王国,而孟族则在缅甸南部, 建立了伯顾王国,除了阿瓦,伯顾这两大强国之外,缅甸各地还分化出其他一些小邦国,这些缅甸土邦时而沉浮于中国元朝,时而又宣布脱离元朝的管辖, 与此同时,土邦之间也长期混战不休,公元1381年,朱元璋派遣傅友德,蓝玉,穆英等人率军30万征讨云南的元朝残部,明朝设置缅甸宣卫斯, 明朝在继承延续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疆域基础上设立了南殿宣府司,赶牙宣府司, 龙川宣府司三大宣府司和彻里宣卫史司,缅甸宣卫史司,穆邦宣卫史司, 一直保持相对比较独立的自主权限,缅甸在元朝和明朝并未被当成外国看待, 而是当成与西南吐司政权一样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, 三宣六位的吐司官长由当地部族首领世袭,吐司政权内部事务基本自治, 但经济上要承担朝廷的争议拆发和共赴,而且在战时要服从朝廷的调遣。 在明朝以前,云南基本处于当地少数民族吐司的统治下, 明朝自洪武年间平定云南以来,就在当地广设位所,改土归流, 移民时边,明朝在云南驻捐20万,还把当地的行政建制改为与内地一致, 当然云南也保留了像纳西族牧师吐司这样一些少数民族吐司政权, 但这些吐司政权大多都忠于明王朝且清新汉化, 这些吐司政权实际上成为了保卫国家边疆的一道屏障, 位于云南边陲之外的缅甸又是另一种情况。 明朝在如今缅甸境内并未驻军, 明朝侧封的缅甸宣卫斯实际上就是阿瓦王国, 大古拉宣卫斯则是伯古王国, 迪玛萨和迪乌拉是东裕王国, 这些土邦王国虽说名义上臣服于明朝, 但实际上是否听命,取决于明朝的国力是否强大? 朱元璋,朱棣在位时期还能镇得住这些缅甸吐司, 尤其是朱棣命郑和下西洋, 以及收复焦旨以后明朝对东南亚的管控得到加强, 这时缅甸吐司自然不敢造次。 公元1428年明朝从焦旨地区撤军, 五年后明朝停止下西洋, 公元1449年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, 从此明朝的国策由对外积极开疆拓土, 转为全面的战略收缩, 这时明朝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最远只能达到滇西一带, 三宣六位中的三大宣伏司尚能实际控制。 至于六大宣伏司实际上早已成为事实上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了, 这些政权最终在名义上也完全脱离明朝的管控, 只是时间问题了。 最先向明朝统治发起挑战的不是缅族吐司, 而是一个胆足吐司, 陆川,明朝曾多次征讨这个吐司政权, 双方的战争结果却是两败俱伤, 而缅族的冬裕王国则趁机发展壮大, 最终正是这个冬裕王国统一了缅甸, 进而开始与明朝争夺西南吐司政权, 这为明朝后期与缅甸冬裕王朝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。 1583年,缅甸开始进军云南地区, 沿途烧杀抢掠, 并想窥视大理成, 明朝军才反应过来, 开始仇军反攻, 在当地的吐司配合下, 明军大破缅军, 此后二三十年, 缅甸多次进攻中缅边境地区, 明朝虽多次击退缅甸的进攻, 但主要是被动防御。 1606年, 缅甸三十万大军攻打穆邦宣卫斯, 明朝再也没有实力进行远征, 穆邦被占领, 明朝在缅甸的统治名存实亡, 1616年, 后今兴起, 通过多次战役, 消灭了大量的明军, 明朝的防务中心放到辽东地区, 明朝再也无力大规模征讨缅甸, 南明永利皇帝流亡缅甸, 朱油郎作为一个藩王的四儿子, 按理说连继承王位的机会都不大, 更何况是继承地位, 可是历史偏偏给了他走上权力巅峰的机会, 朱油郎的父王死了, 龙武二年十月, 朱油郎在广西巡抚趋势四等人拥戴下, 在赵庆宣布就任监国, 就是代理皇帝, 可是龙武帝的弟弟朱油郁在广州, 也被一帮人拥立为监国, 11月初五宣布继承皇位, 是位少武帝, 永利帝建子, 也忙于11月18日继承皇位, 这样一来, 南明又出现了俩政府, 两个小朝廷为了争正统又打了起来, 最终, 少武帝被清军攻破广州城后, 不屈而死, 永利帝逃到了广西, 就在永利帝在位时期, 可是他一回也没把握住, 导致了南明最终败亡的不可避免, 永利六年以后, 无家可归的永利皇帝, 被迫来到大西农民军孙可望的地盘上, 当上了御客, 实际上等同于傀儡, 虽然他低声下气地求自宝, 但孙可望却依然容不下他, 孙可望的地位巩固后, 一门心思要取代永利帝, 自己做皇帝, 甚至国号都定好了。 较后名, 永利十年, 李定国带军来到安隆, 救出永利帝, 带回了昆明城, 虽然永利帝在昆明城过上了好日子, 但惹怒了心胸狭窄的孙可望, 永利十一年八月, 孙可望带领十四万军队进攻云南, 后来孙可望兵败奔回贵州, 却已是不得人心, 重判亲离, 无奈之下, 孙可望详亲, 详亲后, 孙可望急于表现, 就自愿坐向岛, 领着清军杀向了云南, 永利十三年真寨, 永利帝和南明军队被迫撤出昆明城, 向西南流亡, 奸臣马吉祥又从中作梗, 永利帝与李定国分离, 流亡缅甸, 永利皇帝在缅甸流亡了两年多, 可以说是受尽了苦难, 当初, 缅甸一直是朱明王朝的藩属国, 朱明王朝是其宗主国, 按说, 宗主国皇帝来了, 缅甸王应该主动前来接驾的, 但是, 缅甸这边明白, 永利帝是来逃难的, 说白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, 逃到缅甸乞讨来了, 所以也就不会尊重他和他的臣子们了, 这边, 永利皇帝一进缅甸, 那边, 缅甸军方就在他身后拉房, 遇到仓皇来追嫁的明朝臣民, 男的杀害, 女的留下福役, 被折磨而死得消失灭迹, 永利皇帝依航如丧家之犬一般, 火速逃离, 生怕走慢被清军追上, 在渡河时, 由于缅甸官方提供的船少, 许多大臣为了坐船, 竟然打起来了, 甚至提供给皇太后的船, 也被人抢走, 皇太后正要去质问皇帝, 却发现皇帝已经坐上船准备跑, 就将他训了一顿, 才暂停逃奔, 到缅甸王城外, 由于永利皇帝的玉玺, 与明朝历代, 皇帝使用的玉玺不同, 缅甸王拒绝与其相见, 幸亏前国公穆天波, 携带着征南将军印, 与以往文书往来中的印记一致, 缅甸王才允许南明君臣, 暂且留静居住, 说白了, 缅甸王只把永利皇帝, 作为政治避难的赞助者, 不将其作为宗主国皇帝看待, 尽管永利皇帝和缅甸王之间, 仅仅一和之隔, 但是他们从没会过面, 因为在缅甸王看来, 永利帝已经是穷途末路来头, 一旦会面, 用什么礼节, 对待宗主国皇帝那样, 以后怎么办, 岂不是要供着这位主子, 不用吧, 也不妥, 毕竟缅甸是明朝的藩属国, 全国上下会怎么看, 再者说, 万一会见的事被清朝政府知晓, 以后如何交代, 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 以后清朝取代明朝已是不争的事实, 所以还是不见得好, 永利帝朱油郎流亡国外二年多, 虽然回国后不久便被杀害了, 但毕竟还是了却了一桩夙愿, 夜落归根, 他没有克死他乡, 成为孤魂野鬼, 这也许是他临终前唯一可以烧感心味的吧。